2024年的開始 馬上就見到日蝕 接下來的下半年會有什麼現象呢 我看怕都不是好事 這個蒙挂的話就是代表著2024年有太多不說你的話 太多蒙茶茶的人 太多不知所謂的事會造成了這個亂象號力 衍生出來的盈獄等等 然後因為這些無知的人 如果這些無知的人還有權力的話就更慘了 大約說回2023年這個八雲尾所出現的現象 在元運和流年上面會不會看到啟示 然後進入2024年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從新的元運和新的流年會推測到什麼東西呢 首先我們如果歸回到2023的元運和流年來看看 好了Lucy你幫幫我進去PowerPoint那裡 各位觀眾 你又可以看到我們2023年的所謂的流年飛升 和2004至2023年的元運飛升 原來這兩個時間都可以有一個所謂的掛像出來的 那我當然今天不是講課堂 我們盡可能簡單一些和樂趣一些去講易經 或者是所謂的九宮飛升等等的這些學識 然後轉了看看怎麼看我們這個社會 或者這個地球所發生過的事情 我們看到現在2023年配了2004至2023年這個八百的話 我們就出了一個所謂的漸吧 漸在疫經裡面說就是慢慢有變化 無論是漸進漸退或者漸好漸惡都是漸 意思就是說很難阻止這些變化 事實上我們在2023年尤其是當然我們在香港 很明顯每一天每一年每一個月 慢慢變化了去一個大家沒有預期到的一個文化或者景地 例如我們突然間有了一個所謂的搞夜市 突然間我們又有一個挺精彩的選舉 當然你可以說早上已經計算好了 但是原來這所有的現象在這個元運或者流年裡 都有可能看得到的 當然我不想太過學術地去說這個漸掛 但是大家都看到它是由一個順掛和近掛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漸掛由這兩個掛像做出來之後 有這個解釋 但是其實這兩個掛如果調轉的話 它又有另一個意思 我們又看一看 是的 各位我們看到現在 就將這個所謂的元運這個近掛 就放在上面 然後流年這個所謂的四六掛 就放在下面 那我們就造成了一個新的掛像叫古掛 如果真是很熟悉這個易經的人士 當然很明白這個古掛代表什麼 但是如果對易經完全沒有印象的朋友的話 你可以聽一聽我的所謂見解 當然之後你可以給一些意見 我們知道這個古字有很多香港的語言 例如古惑或者古毒 什麼叫古毒呢 就是東南亞那些落降頭的古毒 但是在中國用這個古字 就代表著在某個器皿裏面 有些蟲仔爛爛爛爛爛 又或者那些壞的肉類 或者是生果裡面有些蟲仔 就是代表著一些東西變壞著 就漸漸地變壞 所以漸掛和這個古是大家互調的 是可以互相去演繹的 那我們如果用這個漸掛來看這個古掛的話 就會知道原來整個時間不停地在演變 然後慢慢產生了一些蟲仔出來 當然了其實一個掛像說的話 就是千來萬丈 真是沒有辦法可以很準確的 原來這個古掛就是說這件事 不行的 但是起碼在香港或者在中國這個地區 我們看到這個古掛就是在說這個流行感冒 當然我不能夠說COVID 因為COVID是2019年的事 但是到了現在2023年 仍然再出現過這些所謂 我也不知道學名叫什麼 我是當它雙風感冒 但是這個雙風感冒 都令到中國大陸裡面 產生了很多反響 小朋友甚至老人家都出現了問題 但是尤其是小朋友 為什麼會跟這個小朋友有關呢 因為這個禁怪代表小朋友 這個信就是代表風 就是說跟傳染病很有關係 那就是小朋友跟傳染 加起來就變成這個股 就可以解釋到這個股 已經在這個流年和原文裡面 已經暗示了出來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 會不會能夠看到2024年之後的那些可能的現象呢 我說可能 是因為千狼萬象 我們沒有可能看著的話 一說就說2024年必然出現這件事 那肯定不是我 可能是神仙或者是高手 所以我只能夠代表 就是我能夠看到或者是猜到的東西 那就跟各位分享 那好吧 Lucy 那我們去了2024年之後的掛像 那好吧 各位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的2004年的流年飛升 和2024年之後的20年的所謂的元運飛升 就是九運 那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原來這個九運是用了一個尼掛來代表的 那2024年我們開始一個新的元運的第一年 原來就是由一個掛像叫三碧 那這個是一個真掛來的 那所以呢 把那個流年星和這個元運的掛加在一起 就變成了這個封掛 那當然 很普通的一個名字 封就是封盛 封富 就是很多這樣的意思 但當然 一個掛像裡面是絕對的豐富萬象 所以你可以幻想 咦 那我們2024年開始就可以很豐富了 是的 可能是會有很好的時度 那但是因為我們承接著2023年的 那個原因的嘛 那2024年之後才是一個果來的嘛 那就是說呢 由個股或者是由個漸掛呢 轉過來這個封掛的時候呢 究竟我們又得到什麼呢 那如果是表面幻想呢 就是 哦 原來呢 那些問題 健康問題 可能是越來越多的 但是也可能呢 那些藥品越來越多的 或者那些 就是 總之治理這個方法的手段呢 就越來越多 或者越來越多些人才等等 那所以這個封掛呢 不是代表食物的 不只是這樣 可以是一個任何的事物 任何的條件都可以 那總之它是多了很多東西了 那另外一個 這個條件去看的話呢 就是 它這個三壁呢 這個震掛呢 可以是代表雷 然後那個雷掛呢 是代表火 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那所以呢 我們在行裡面呢 就叫做雷電交加 那有什麼幻象會出現雷電交加 就是 大風大雨 你可以說 會不會因此而產生 極之暴雷的天氣呢 會的 就是說周圍都行雷閃電啊 打大風啊 有大水啊 大火啊等等的東西 那如果在天象裡面 我們這樣看的話呢 會不會有人象呢 yes 我們可以看一下人象 因為它這個風掛裡面呢 是說著會有打仗的可能性的 所以呢 你不要以為一個風盛裡面 就必然是天下太平 那《易經》的看法就不是這樣的 它說呢 裡面是會有一些衝突開始 甚至有個天象呢 會引發這個人象 就是什麼呢 日見星斗 就是說突然間在這個好天 或者是這個中午時間呢 日中見斗 就是說突然間 天黑了 見到星神 那其實如果我看到這些 這樣的文字 聯想到 我馬上查一查 原來我們2024年的4月8日 就是2月 農曆啊 2月的30日 就出現了日食 不過幸好呢 就不是在香港 而是美國 那就是那個日食呢 是由這個 墨西哥那裡 直上去紐約那邊 那我就心想呢 如果用這個現象 配合這個 整個地緣的政治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衝突呢 有可能在美國那裡開始 或者 或者 美國向某些國家宣戰 或者 美國自己本身有戰亂 需要出動這個防衛軍 我都是只有一個說字的 我不是拜登 我沒有可能 就是這樣 那當然也都希望 拜登來聽聽我的故事 那會不會是真的這樣 到時就知道了 那所以 如果真的出現日食之後 跟著出現的 就是有地緣衝突的話呢 這個風掛所講的戰亂呢 就非常之明顯了 那所以呢 既然大家 我肯定說的話 就是說 危言聳聽吧 當它 那大家會不會團糧呢 我希望 起碼我自己都會這樣做 就是說我會 多些買些米啊 多些買些豆啊 等自己 就不用去到 就是 去那麼 尷尬 或者這麼 這個 貧民啊 這樣去做事 好了 當然現在 真的要講整個風掛的呢 就真的要講整個綠咬 講整個故事 這樣就不得了 我亦都不是一個 液學大師 我只不過是一個 術素風水佬 這樣 叫做懂些不懂些 所以都是要大家包含 我們用這個風掛的 其他的現象來看一看 究竟有些什麼可能會發生了 這個2024 好 那時候又要麻煩你 按去下面那張 由這個圓運 和這個榴槤 就是2024這個榴槤 所產生一個新的掛像呢 當然我上集已經講過 就是在這些掛裡面 拿它二三四搖 三四五搖 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掛像 當然裡面的過程 就不要說太多了 如果是說這樣 懂得看的就懂 不懂就算了 那你只聽故事就算了 那我們看到呢 現在在這個圓運和榴槤裡面 套了出來的一個掛像 叫做大過 那大家讀過書 都知道什麼叫做大過 給先生記大過 那就是你去錯誤了 那這個大過當然是大的過失 那所以呢 大家聽見這個名字 就很害怕的 因為大的過失 不是一個好事來的 那又變成了很多後果 比如你要佛留堂 佛寫字等等 以前我們讀學 小學的時候都試過被佛抄 還是記大過 還不是這些東西 那好了 如果用逆經去看的話 你就會知道 原來由剛才那個震掛 和圓運這個火 即是榴掛 會在裡面抽抽取取 就會變成這個新的掛像 叫做大過 那所以在佔 古慢慢再變成這個 所謂的風掛之後 在那個風裡面 就是這麼多的東西 這麼風盛的裡面 又會產生了這個天象 又有人禍的話 那人就很容易犯錯 就犯下大過 那所以呢 因爲多 因爲封城 而令到我們會做錯一些決定 或者行為 就變成了整件事 就由好變壞 那所以呢 我希望各位可以留意 就是 原來我們這個2024年的開始 就立刻就見到日常 那接下來呢 下半年呢 會有一些什麼現象呢 我看怕都不是好事來的 因爲最容易是令到有些人 因為貪圖一些多的東西 或者錢財 或者權力 然後呢 就會做錯一些決定 因爲明年呢 都未去交立春呢 就已經有幾個選舉 譬如台灣 可能還有其他的國家 都會有選舉 那美國都有 那我不記得美國的選舉是什麼 應該是年尾的 那會不會在美國自己本土 因爲有入籍 再經過這個圓運的變遷 會產生一些問題 例如我聽到拜登都被調查 那在這個調查過程裏面 會不會產生了一些對抗 或者有些什麼亂龍的事情 就出現了這個大過 那希望呢 就是我言過其實 那如果真是做了這個錯決定的話 那後果有多嚴重 我們真是猜不到的 因爲它不是一個小過 是一個大過 那所以呢 究竟可不可以離譜呢 就要看一下 當時的人做那個決定有多錯 那希望不是這樣 那好了 我們又看回 用這個圓運和榴槤 配搭成另一個寡象 Lucy有麻煩你 是的 我們看到一個新的配合 如果各位朋友 小心點看的話 你會看到 我是將圓運和榴槤 調轉的 說真的 這個忠呼掛 才是真真正正上面那個 是由這個榴槤下面那個圓運 就是九運 配到出來的一個掛來出來 那這個忠呼 如果大家的中文勉強可以知道的話 就代表在中間就產生了呼 就是呼化的意思 那又是好像跟漸字出現的那個理由一樣 但是他在說的就是 他在中呼裡面 中間呢 就是有一些慢慢變化 或者孕育出來的人物 是可以呢 就造成了一個很好的影響力 那就是說呢 由大過裡面 然後再平衡地看到 一樣會有一些人可以出來解決到的問題 就出現了忠呼掛這個意象 那希望呢 由所有的錯誤裡面 吸收錯誤 就再由這些聖人或者貴人 他去呢 解決到這些問題 令我們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如果簡單去講 真的是很簡單去講的話呢 我們差不多都一定會看到一些很豐盛的場面 例如那些股票又升啊 那些債券又升啊 黃金又升啊 就是沒什麼可能的 所有都升的 就沒什麼可能的 就是一定有一些有跌有些升的 那然後呢 就產生了一個所謂地緣的緊張 或者是一個現象 或者經濟現象 那可能由其他經濟學家再來演繹了 那但是經過這個這樣的日式 推動了某一些決定之後呢 然後就產生了大過 然後裏面在大過裏面的軟役裏面呢 又出現了忠夫這些人物 那所以真的可以很複雜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這麼清晰的 那希望各位原諒 還有盡可能地去留言 看看我講的話有什麼不足 那差不多我的話都到此為止 那看看Lucy有沒有一些要我補充 我們呢 現在看到這個掛像呢 就是把這個元運和流連 反過來擺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掛像 那就是讀細合 那這些是用我們廣東話讀的一個發音 那當然如果用普通話讀的可能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唯有尊照香港的讀法就是細合 那我們看到呢就是一個上面的掛像是在用火 下面的掛像呢就是像雷 那其實這個火和雷呢 那就是一隻狗咬著一隻棍 或者咬著一隻骨頭 不放的 所以叫做細 核呢就是代表著咬著 其實這個掛像在很多的液學家裡 它都是當成一個牢獄之災的看法 就是除了真的有狗咬啊這個現象 當然完全符合了 但是同一時間呢如果我們在捉雷旁東去想的話呢 就等於好像有個人被人捉住了 捉住就是細合你了 然後困你入牢獄 所以呢 由封掛至細合呢 都其實是有這個盈獄的意思在那裡 那會不會是因為有些人做錯了決定 大過 然後就產生了這個細合的坐牢 這個現象呢 會不會是因為打仗 打架 搶劫這些暴力呢 而產生了刑法 造成了細合呢 那當然啊 在其他的地方 出現了有些逮捕啊 或者是通緝啊 都叫細合的 所以呢 我們會看到呢 2024年呢 會很多很多這些所謂的法律案件 刑法的案件出現 那真的可能 真的有暴力啊 又或者觸動刑法啊 甚至詐騙案啊 更加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純粹暴力呢 才會產生這個細合 總之你觸動刑法的話呢 就是適合這個現象 那好啦 從另一個角度看 Lucy 又給我們第二張 我們看 我們現在有看到呢 在將這個 原運和這個榴槤 調轉了之後呢 再在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 淆賬裡面拿到呢 又是另一個新的掛賬 叫做蒙瓜 所以呢 如果是讀《易經》的朋友呢 一定知道 這個蒙瓜和小孩是很大的關係的 因為裡面呢 有一些 掛詞呢 就在說 不是我去求那個小孩 是個小孩求我 但是如果我說了幾次的說明之後呢 那個小孩都不聽的話呢 我就不會再說了 那代表呢 那個小孩是不懂事的 他是要學很多東西的 所以叫做蒙的嘛 我們如果在讀書上面 就叫做同盟 就是一些 還未開化到的小孩 或者一些 不開化的民族 那他 你就不要去 自己送上門去跟他講話 因為他不會想聽你說話 反過來 如果他求你說話 但是他態度不誠懇的話呢 你都不應該說 那所以呢 就出現了 在一個同盟裡面 非我 非同盟 就是非我求同盟 是同盟求我嘛 所以呢 如果同盟 不去聽我說話的話呢 我就索性不說 這個就是同盟給我們的啟示 你不要強硬要人聽 你不要強硬 你明不明白啊 我說這些話 是為你好啊 不是這些態度 由得他們無知 由得他們傻 所以呢 如果真是用疫經去做人的話呢 你看到一些不開化的地方 不開化的社會 有些沒有理由的社會的話呢 你去跟他說話浪費氣 他還覺得你去 詆毀他分裂他等等 這些字眼的 那所以呢 你呢 倒不如不說話 細合 免得跟你說這麼多 等個天去收他們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蒙掛的話呢 就是代表著2024年呢 有太多不說你的話 太多蒙茶茶的人 太多不知所謂的事呢 會造成了這個亂象 那所以呢 何韓明會看這個2024呢 不是說一個很辛苦的現象 因為起碼有個封掛出來嘛 但是呢 它裡面的變道的細合 變道的蒙呢 是令人很難過的 所以呢 由封掛所衍生出來的暴力 衍生出來的凝辱等等 然後因為這些無知的人 如果這些無知的人 還有權力的話呢 就更慘了 所以呢 你可以感到整個2024年 就混在了賺錢啊 權力啊 這些這樣的社會現象裡面 然後就產生了一些 就是不是那麼文明的事件出來 就是因為這個蒙掛